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结婚的人 好像有的时候会有冠夫姓 我知道台湾其实非常少 可是外国人多半会 那个冠夫姓的冠怎么说 难道是冠蓝的slam dunk吗 当然不是 那个冠大概用的词会是adopt 就是采取采纳的意思 也是领养的一个字 所以外国人多半会adopt 男生的名字 可是你看这不太公平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这个报道 这个New York Post的报道 他就说了有一个couple 他们决定用谁的last name 这个决定的方式就是指硬币 所以结婚的时候 就让牧师来直接指个硬币 所以这个是在推特 应该是TikTok吧 所以TikTok整个 全网都封了的一个影片 我最喜欢这个词 全网都封了 所以你看这里有个POV 就point of view 所以是从朋友的point of view OK 然后flip of a coin 就是指个硬币 这里他打出一个字 at the altar 这个altar就是前面 那个祭坛的概念 虽然这里没有所谓的祭坛 在这边也不过就是一个 两个人站在草坪上 然后前面有一个生殖人员 替你officiate 就是主持这个婚礼 但他们总之就认为 这个地方就是altar的就是了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做 A-L-T-E-R 这才是这个祭坛的概念 OK 那他打成了altar这个字是改变 OK 串改或之类的 所以不是的 这个字是改变 change改变 左边这个是altar 像我记得我也说过 就是那个天主教教徒 天主教会有那个 有一个东西叫altar boy OK 祭坛的男孩 干嘛 就在前面地箱地蜡烛 没有箱了 对不起 地蜡烛啦 拿竹台啦 做一些服务的一些 仪式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被神父性侵 OK 不OK这件事情 但anyway 总之那样子的职位 altar boy 很多人家里面信天主教 小时候都是altar boy 都有没有被性侵 我也不知道 不管我的事 来往下看 所以这个指引币叫做 flip a coin toss a coin 也可以 coin toss 所以这都是一些 不同的名词的转换 OK coin toss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a virginia couple who couldn't decide whose last name to take post wedding left the momentous life decision up to fate and the flip of a coin 好可以 所以这两个人 很难决定要采纳谁的信 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人生的决定 这个momentous life decision they left it up to fate so leave something excuse me leave something up to fate 这个片语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 让命运去决定 so you leave it to fate 然后加一个up OK啦 这样 所以他们让命运决定 也就是指引币 所以其中一个人 colin hansen 25 year old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这个应该是老公 25岁的软地工程师 proposed to Pearl Lee 看起来好像是个华人其实 28岁的teacher in November 2021 but both realized that they would each be the final member of their families to carry on their last name 两个人都知道 知道什么事情 他们 each be the last final member 所以他们各自都会是 最后的那一个成员 of their families 就是家庭中的这个 最后一个成员 来carry on他们的信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女生可能没有 其他兄弟姐妹 那他就最后一个 姓Lee的人 而hansen也是一样 好 OK 然后 Pearl 也被 他也担心 also concerned her students could be confused by a change to her husband's family name 所以他觉得 他学生也可能会困惑着 说 老师你怎么本来姓李 现在变姓Hansen了呢 这样 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挣扎 所以他们反正讲了一下 怎么认识的 怎么以前图书馆认识的 好 他们知道 他们 they want to spend their lives together but struggle to decide whose name to take 好 所以他们就挣扎着 就不知道怎么决定 要用谁的名 真的信 OK 然后接下来 他们就 好 这边有个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pair hadn't reached a decision by the time they were set to walk down the aisle on March 26th 2022 3月26号的时候 他们已经决定要 they were set to walk down the aisle 也还没有决定好 要用谁的信 所以这边用的才用 hadn't reached a decision 用过去完成式 对 那这边用的又简单过去式 所以他们 我这个常讲 就是那个时间都在过去 但是有个先后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已经决定要结婚了 但结婚前都还无法决定 到底要用谁的信 好 所以这没问题 我们这里要额外讲的东西 其实是walk down the aisle 这个东西 那这就是结婚 你知道结婚那个 礼仪的那个现况 多半就是左边一堆人 右边一堆人 中间有个走道 对不对 中间那个走道就叫做 aisle 你在supermarket里面的走道 也还是叫做 aisle 所以 aisle就是走道 所以你从那个 aisle这样走下去 就是结婚咯 所以walk down the aisle OK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词 so walk down the aisle tie the knot 这也是结婚 这个我觉得跟中文 我真的好像找一下 只是我一直没有 一直忘记出去找 我们中文有个词叫 缔结连理 就是结婚 所以英文 not就是打个结的概念 所以tie the knot就打个结 那跟低节连理根本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在怀疑 这个是中文去英文 或者英文来中文 我也搞不清楚 或许我们有时间可以找一下 那或许你也可以帮我补充 所以walk down the aisle tie the knot marry wed 都可以 还有take the plunge 也可以 take the plunge 比较像是众生入水的感觉 所以结婚程度上 也是一样的概念 get hitched 也是 get spliced 也都是 后面这三个 我个人比较少看到 可是我都听过就是了 好 我们这里要多讲一些 这个文法上比较急巴的东西 不讲也不行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必要 marry这个词 动词就是marry 那我们说一下说 如果你今天 假设你个周末要结婚好了 跟你这个爱情长炮 失念的男朋友 这个周末要结婚了 we will marry this weekend 这样对不对 说真的不是说错 外国人也绝对不会纠正你 他听起来其实也不是说 真夺错 真的 可是我们一个比较普遍 广泛的说法是 we will get married this weekend OK 为什么 为什么是被动的 为什么不是主动的 为什么不是说 we will marry就好了 我们要结婚 结婚不是你去做的动作吗 好 这里要讲解一下 这个讲解 我们为了讲解marry这个动词 其实要退一步先讲另外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叫做毕业 graduate 我们理解了毕业才可以理解 marry为什么是被动的 好 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高三要毕业 你假设是去年好了 我们讲比较简单一点 用成过去式 你去年高中毕业了 I graduated 过去式对不对 要不要加from from high school last year 请问你这样对不对 你会说成这样子吗 或者给你另外一个版本 就不加from I graduated high school last year 哪个比较好 问你自己 公布答案 两句都OK 现实 今时今日的英文 这两句已经被广为接受了 广为接受 所以毕业感觉是个主动的动词 你应该也很接受吧 right 我毕业对吧 好 但是最原始的毕业这个动词的用法 并不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真的有听到 我很喜欢的一个 他应该不是语言学教授 可是他常讲语言学上面的东西 他叫Steven Pinker 他在一场演讲中 跟一个观众的Q&A的互动中 就有讲到这件事情 但我后来想找那个影片 好难找 一直找不到 因为他演讲太多了 所以真的有一次碰巧听到 然后我一听就 oh yeah make sense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没有错 好 这里再说的是 graduate这个动词 其实不是这样子用的 最原始的用法 你应该要讲成 I was graduated last year OK 被动的 I was graduated 可以再补个from high school 没问题 为什么是被动的 好 这里就是我们讲解的最重点的部分 毕业这个动词 如果今天套在学校身上的话 如果你今天是个校长 你是我住桃园 武林高中的校长 办学成功 都第一志愿 对不对 然后他说 excuse me 他说 我们去年有 其实我不知道武林高中 一学年有几个 我们假设600个好了 我们确定有600个学生 从我们三年级毕业出去 从我们这个高中毕业出去 去上大学 也不一定上大学 但总是毕业 那你想一想 这个毕业 是谁在毕业 是学校毕业学生 所以这个校长会跟你说 We did good last year We did well last year We graduated 300 students Last year 让我听懂吗 我们毕业了300个学生 所以300个学生是被我们送出校门的 所以graduate这个动词 其实用起来应该是被动的 所以这句是 最比较老派传统正确的英文 那这个已经积飞城市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对 因为大家都非常接受了 真的 OK 好 所以这里你听懂graduate了 他事实上是学校毕业学生 marry的概念也一样 是谁去marry谁 谁结婚了谁 当然不是武林高中的校长 对不对 是谁呢 是刚刚的照片 你大概也看得出来 是谁在结婚谁 是中间这一个神职人员 牧师或之类的 他在结婚这两人 听懂吗 所以如果今天是个基督教的牧师好了 天主教神父自己不能结婚 所以他没有讲话对象 我的意思是 所以今天我如果是个基督教的牧师 我就跟我老婆说 因为我可以结婚 老婆这个周末好累 然后怎么啦 我这个周末要结婚三对新人 所以 I will marry three couples this weekend 我们讲一下 礼拜六晚上办一场 礼拜天中午有一场 然后礼拜天晚上有一场好了 所以他这个周末要结婚三对新人 你看这中文听起来多奇怪 可是这是正确的英文 I will marry three couples this weekend 也就是说三对新人会在这个周末结婚 so three couples will get married by me right this weekend ok听懂意思 而且这里我们习惯性用的是get married 为什么不是用be动词 你看我们刚刚的那个 毕业是不是用I was graduated 我这里没有用I got graduated 用的是was 好这里也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用be动 不用be动词而用get 我把它讲成过去诗号 如果我今天讲说 I was married last year 跟I got married last year 有没有意思不一样 有 会有一些会有误会在里面 I got married 表示我的婚礼是去年发生的 I was married 听起来换一个字好了 I was happy last year 我去年是快乐的 我现在不快乐 I was angry with you 我刚刚跟你在生气 现在不生气了 so I was married 表示是我去年是结婚的状态 这一句有一个imply的意思 就是你现在是单身离婚的 而I got married 则不知道 因为我这里只表达出 我的婚礼是去年举行的 所以结婚多半用的是get married 而不是be married 这样大家懂了 好 这边这个讲解 算是有点完整 还OK的 我们就再往下看下去 我们要看到naptual这个字 没有吗 怎么可能 naptual 但是跑掉了一下 就在这里 所以这边 刚刚讲 walk down the aisle right but instead of trying to compromise 所以与其去做一个妥协 妥协也就是 我让你或你让我 他们都不让 他们决定 they opted to have their officiant flip a coin at the end of their naptuals 好 这个opted就是option 这个动词的名词 就是选择 they chose to have their officiant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officiate 你的婚礼的那一个人 直印币 在他们的naptual 就是结婚誓言后 所以naptual就一样 有结婚的那个概念 所以有一个词叫prenup 我们一般就讲说 婚前协议书prenup ok prenup agreement 对 婚前 这样子prenup 很常看到这个字 你必须要知道 好 然后 这里OK了的话 我们就再讲 最后一个字就好了 其实今天有一些词 我认为其实还蛮重要的 这里 好 所以这边有个人 他看了这些影片 或什么这些的 然后他接受访问 他就说 I think the reason is that it's a more equitable way of deciding the last name when you get married 你看这里 get married 对不对 instead of just assuming that the man in the relationship is the one who gets to keep his name 所以与其我们去 假定 总是 一直都是男生 在这个关系中 能够留着他的名字 Right assuming the man in the relationship is the one who gets to keep his name 与其这么做 他认为 这一种 他们这个方式 是一个比较 equitable的方式 什么叫equitable 好 所以equitable的概念 equitable就来自于像 equity这个字 或者也可以 in equity 就是它反译 那equity这个字 我们就要知道 跟equality是不一样的 OK so equality versus equity 这个我在补习班 也真的蛮常讲的 一个叫做 起头式平等 所以equity就是起头式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比较弱的人 我们给他多一点资源 比较强的就不给资源 以至于他们能够达到 同样的高度 你想象一下三个人 攀在一个篮杆上 看着那个棒球赛好了 那不要讲篮杆 那种木的那个fence 所以你一定要够高 才看得到 一个身高很高的人 可能什么都 帮助都不需要 他就可以看得到 一个矮的人 可能要垫两个箱子 才看得到 所以如果说今天 你把箱子 想象成是社会资源的话 这个矮的人 就应该得到两个箱子 那才能够让大家 齐头一起看比赛 但是以后 另外一边的人 就认为说 我既然箱子是社会资源 那就应该两人 各得一个箱子 要公平才对 所以你说哪个对 很难说谁对谁错 只是我说 齐头是平等 是一个比较左派的想法 OK 比较左派 从政治上来说 分边的话 所以他这边才说 这是一个比较 equitable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一直以来 都是女生比较弱势 女生放弃她的心 所以我们 蚊子 OK 所以他认为 这个比较equitable 所以这个字 希望是OK的 equitable 所以很多政府的一些作为 像例如说 我们讲的一个词 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美国的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他们想要去矫正过去的错误 所以以前对黑人不好 怎么样 所以现在如果说 今天一个消防队在找人 然后两个资历一样 身高一样 体重一样 然后所有的体能测试都一样 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请谁 请黑人 因为他们想要 correct past wrong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equitable的方式 这不是比较equal的方式 这是比较equitable的方式 所以我希望你听得出来这个分别 就是我们给黑人 多一点的帮助跟资源 这样才叫做equitable 这样才叫做左派的公平争议 OK 所以equality跟equity 你去找 你都可能会找出 他有公平的意思 但他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equity是齐头是平等 equality是立足点平等 OK 好 好 那懂了就好了 所以像 其实可以延伤很多其他讨论 例如说 女性的薪水不够高 所以我们女性多加一点点 或者女性在某些职场上 的比例不够高 我们就破格的 或者说降低标准的 来收多一点女生 即便她的成绩可能不够好 但这些都是 比较equitable的solution 因为这样就是能够达到 我们所认为的 比较公平的程度 像原住民考试加分 也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equity的追求 equitable的 We want to live in a more equitable world So these are the measures we will take 听懂就可以了 好讲到这里 其实差不多了 但最后一个片语 这边也是一样 其实这就是一种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这个真的政治学上 你真的很常听到这个片语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level这里当成动词 OK 所以你把这个playing field 就是我们一起在玩的地方 把它弄平整 就不要说你玩的地方 总是比人家高 人家玩的比较低 所以如果玩戏打仗游戏 你都会赢 我们把它弄成平整一点点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大家懂了 OK 所以他讲的是 a situation in which everyone has the same chance of succeeding That's it 好 也不复习了 我们讲到这里够了 真的也够唱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